金曲歌后五四爱高亢动人的赏音 融合爵士音乐展现迷人的魅力 2023台北市中山堂广场音乐节 将再次把Lifehouse搬到户外舞台 并以拉丁之夜 流行之夜 摇摆之夜为主题 邀请金曲歌后五四爱 台湾鼓王黄瑞峰等众多乐团及歌手现场热情演出 让民众跟着音乐一起摇摆 9月15号的话是拉丁音乐风格 9月16号的话是流行音乐 9月17号的话是爵士音乐 每个晚上我们都会有三个小时不间断的演出 然后会有三个非常优质的乐团来单纲表演 那我们这次的演出呢 也会搭配由不同的乐团会搭配不同的歌手 来做一个一加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表演 那希望说能够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音乐的效应 9月16号的压轴的演出呢 是邀请到五四爱以及这个Diva的女子乐团来做一个表演 那五四爱呢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歌手 那他也会带来很多好听的迪士尼的歌曲 以及非常好听的爵士的歌曲 那在9月17号的部分的话 则是由台北爵士大乐队 以及台湾鼓王黄瑞峰老师来做一个合演 那黄老师的话呢 我们会有这个非常精湛的这个爵士鼓的表演 那另外呢也会带来老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 就是这个Bancento这首曲子 那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爵士乐的重新的演绎 那这三天的演出呢 都是非常的可以是非常亲近观众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形态 所以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立临来欣赏我们的表演 有87年历史的中山堂是台北市西区的艺文地标 因此广场音乐会结合中山堂历史建物的场域规划演出 希望让民众感受古迹与艺文之美 其实中山堂是一个历史建物 那同时也在中山堂这个场域当中 其实发生过很多跟音乐有关系的一个事件 比如说民歌的开始就是从中山堂开始的 所以我们这次在跟黄瑞峰老师合作的这个桥段里面 我们会安排一些民歌的乐曲的演唱 那一样我们会以民歌的旋律 然后做一些爵士乐的重新包装 那希望可以给市民朋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感受 2023台北市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将于9月15号到17号晚上6点到9点30分盛大登场 邀请民众体验古迹广场独特的音乐狂潮 享受丰富户外的音乐饗宴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